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四分多钟的MV基本上花了我可能十多二十多个小时 今天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工具 它不仅能够在线生成AI作画的画面 而且还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模型 这个新的在线工具叫LibLib AI 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搜索LibLib AI就可以找到它 它是一款在线Steven Diffusion的工具 拥有原生的Web UI功能强大 并且不用安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型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在线使用 对配置没有任何的要求 并且它现在每天有100次的免费生成次数 从而我就可以根据歌词 来快速生成自己展现中的MV画面 而不用担心图片的版权问题了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来体验一把 当然LibLib也是一个模型图片社区 这里有很多的大佬们上传了自己的Checkpoint 或者是Laura模型 比如说这个Dynamic王 它出的这一系列人物模型是非常真实 能够尽可能的模仿人像摄影 你可以在这边查看最热排行 我觉得它这个网站最棒的一点 就是根据社区排行 筛选出了更符合中国风审美的模型 比方说这里还有很多二次元动漫相关的好看的模型 当然在最顶上你也可以进行筛选 比方说摄影或者是中国风 比方说像黑白水墨画 或者是其他古典中国风的效果 当你看到自己想看的喜欢的模型 你可以在这边点击加入自己的模型库 当你看到自己喜欢的图片的时候 你可以点进去查看 别人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生成信息 比如说在右边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在线生成 你就可以直接填充 当时原作者使用的提示词是什么 这里包括正向和负向的提示词 以及他使用的模型和采样等等的参数 然后你就可以一键填充进来 从而点击生成就可以获得跟原作者 风格类似的一张图片了 但具体的内容你可以在这里进行修改 比方说我们把一个女孩改成两个女孩 重新点击生成 你可以看到它生成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20秒以内就可以生成一张图片 但它没有出现两个女孩 可能需要多尝试几遍 那么在这个在线 SteeperDiffusion的界面当中 最顶部就是自己刚刚收藏的一些模型 在这里的打开模型预览 就可以去查看各个模型的预览效果 选择对应的checkpoint底膜作为基础 然后你可以通过Laura来对模型进行控制 当然目前最简单的 还是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图片 比方说这个熊猫的图片 看它的一个生成信息 然后复制它的生成数据 然后回到这边 这里有一个复制生成信息 可以一键填充 你就可以点击 把相关的信息放进来 然后点击生成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一张可爱的熊猫就出现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 我是如何制作这样一个MV的 在之前的视频段中 我介绍过AutoMA 直接输入一个B站的音乐链接 然后就可以点击生成AI作画的MV画面了 那在这边可以选择对应的风格 可想而知 如果我集成了LeaveLeave的各种风格模型 我们就可以轻松制作出自己喜欢的风格的MV了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把歌词转化成Prompt 也就是这样的提示词 就包括天气人物 衣服 表情 风格 画质 等等 但如果我把每一句歌词进行 这样的逐一转换的话 可能头都要大了 接近这里的提示词 还是需要手写 并且翻译成英文的 这部别忘了 我们还有KindGPT的加持 所以呢 我写了一个Prompt 核心就是让他把每一句歌词都转化成 主题 动作 环境 灯光 等等 让他返回一个提示词的语句 那比方说给他第一个例子 你发如雪 其美了离别 那他就会转化成这样的主题 对象 比如说他就说到有一个白色头发的人物 他的动作和衣服分别是什么 比方说衣服就是传统的中国风的衣服 我现在呢 我只需要把这一段画 然后复制粘贴到这里 点击生成 就可以看到刚刚生成的场景当中的各个要素就会被体现出来了 比方说这个人物的头发 它是白色的 因为我要去做MV的嘛 需要把它变成横平 也就是在这边 你可以控制这张图的宽和高 我当时用的是16比9 也就是1024和576 但1024可能还不够 所以我在这边使用了这个高分辨率修复 直接让他放大到两倍 也就是2048 这样的话 当我保存这张图就可以作为备用了 当保存图片 你可以在右上角选择生成的图片 就可以查看你之前生成的所有内容了 比方说这张月光下完美的这句歌词 可以说是完美的体现了出来 但有朋友又会问了 我这样一句一句话 手动的生成是不是太繁琐了 没关系 我再教大家一个技巧 直接让签GPT来帮我们干活 比方说 我就提到 现在请你批量化处理以下的歌词 每一句进行拆分 直接给出最后的prompt句子 所以我就把一段话的歌词都给了他 从而他就批量式的帮我生成了这样的提示词 从而我就只需要复制这样一段英文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他生成了一张图片 这个女孩站在一个碑前 基本上他是把歌词里面的一些关键元素 还是在画面当中体现了出来 在左边 你还可以使用面部修复 比方说如果出现面部效果不好的情况 就可以勾选住他 然后与此同时 你也可以每次多生成几张图 你可以每批生成四张 就像Mid Journey一样 可以进行对比 生成完毕 你可以挨个查看这四张不同的图片 然后选择最符合歌词意境的那一张图片 比方说我觉得第三张和第一张就非常的不错 你可以直接进行图生图 或者是发送到后期处理 好那么这就是对Liblib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网站上免费试用一下 全程好看的图片 还可以在网站上进行发布 同时共享出自己的提示词 那么之后我也会在AutoMV项目当中进行完善 只需要输入B站的音乐链接 然后这个工具就会自动识别出歌词的字幕文字 然后将文字转化成 我刚使用XGPT处理的关键提示词元素 从而整个音乐MV就会变得更加有趣有意思 好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一键三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 我会继续分享更多有趣接地气的AI工具 祝大家天天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